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黑暗的邪恶势力 最黑暗 谁写的肯尼迪家族 肯尼迪家族应该是弟弟代 他是肯尼迪总统的侄子 小肯尼迪 他的父亲应该是肯尼迪总统兄弟 原来的司法部长 应该是被杀掉的 肯尼迪家族是美国政坛当中 最老牌的家族势力之一 他直接痛斥了这件事情 就痛斥了福奇 应该我们看到了很多故事都在其中 福奇每年掌管的美国的研究机构 与医学相关的机构的钱 61亿美元 散布着全世界 他七朝元老 没人能撼动他 又是其的命运 其的定数 就活该了 活该了什么意思 相生相克的道理 都应对在现在 他成为了七朝元老 拜登不下去 他还不是七朝元老 大家要明白这种命运的道理 对不起 应该叫说拜登不获选 就拜登不上台 他可不是七朝元老 所以达不到其的定数 大家去品味着其中的命运的成分 凑数呢 这东西凑齐了才能结 那也就变成这事能结了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准备